数以99这一题 它是在关心指数函数 跟对数函数 其实这两个图形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它们是互为 这个反函数 好那反函数 它图形上的特性呢就是这么 就是以45度为对称 45度也就是 y等于x这条线 那指数跟对数 会互相对称 所以这个选项b就是一个正确的 这个log的话呢 它就是这样子 指数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好那接下来选项a 它想要看的是什么呢 它想要看的是这个 2010跟99 2010看起来好像长得非常快 可是在0之后呢 它才是比较快的哦 但在0之前 它变成的0的速度也是比较快 所以这个并没有横在上方 所以a是错的 c小题是以99为底 跟99分之1为底 99分之1刚好是什么 是99的负1次方 那其实底数这个次方呢 可以往前搬 所以整个呢 其实上是负的log99底x 所以它又等于算完数字之后 再加个负号 所以原本的图 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它的负的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两个是对称于x轴 所以选项c是正确的 那第一小题呢 这看起来很复杂 在log里面呢 写了这么一长串 关键就在于说 与x轴相交到底是什么意思 与x轴相交表示 读到这个意思就叫做y等于0 所以这个东西 y要等于0 那表示怎样 表示log的这一串 要等于1 好 所以如果它等于1 表示它有解 它就会与x轴相交 那我们来看一下 x平方 减10x 加33等于1 变成加上32 等于0 那这个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配方 h-5的平方 再加上7 等于0 好 所以这个四字怎样 对 平方是正的加正的等于0 这张是x是没有10根的 所以你找不到一个x 让这里等于1 当然就不会让这个四字是0 所以就不会相交 所以D是错的 所以这题的选项就是b跟c 好 对一个函数图形 如何把它图形画出来 抓住它的特征 例如说 以这里为对称 跟以这里为对称 这是经常考 指数部分掌握到 横过01 那底越大的呢 它会越贴近轴 这边贴近y轴 这边贴近x轴